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许先前开箱华云的AS5202T 今天和大家分享最近使用的心得 这次我想先从华云的作业系统ADM说起 AS5202T出厂搭载的就是ADM3.4 那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因为在ADM3.3之后 华云已经支援BTRFS的档案系统咯 能够更高效更快速的建立快照 那第一次听说BTRFS的人 可以先尝试理解它是一种管理的模式 BioSystem 是在描述如何储存各种资料在硬碟的系统 像我们常听到的ext4 xFET NTFS HFS APFS等 而我们更常听到的JPG PNG MP3 MP4 DarkX 这些 或是你平常叫它副档名的 是档案格式 File Format 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大多数人选择NAS的原因 不外乎就是方便 多人使用 以及独立为储存档案而设计的硬体和软体 近年NAS越来越厉害 用途越来越多 最近还开始流行做AI Deep Learning 整个科技数就像点歪了一样 总之在储存档案方面 BTRFS有着独天得后的优势 比较显著的就是快照功能 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 与其他档案系统互有优缺胜负 快照功能为什么很实用 因为它就像为档案建立了还原点 可以完成我们回到过去的愿望 也是目前可以有效对付勒索病毒的方法之一 而这次华云在ADM终于加入了BTRFS的支援 就像在整个NAS的技能数上 完成了一块重要的拼图 不只这次新款的AS5202T可以使用 之前我们开箱过的AS3102T 也可以升级到ADM3.3来使用BTRFS 具体选择方式就是在初次安装系统时 就可以选择是否要开启BTRFS的功能 这次使用AS5202T 发现它有主打一个功能叫做Take Easy 字面上就是Take Easy 两个字合在一起 而它具体可以做到的功能 对于有定期大量上传影片 到YouTube的创作者来说 是很实用的功能 有时可能上传一些影片 码率和规格超过YouTube的限制 就会被二次压缩转档 简称二压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被二压 透过Take Easy 你就可以直接保存已经被YouTube转档过的影片 不管未来是要搬战到其他平台 开新的频道经营 平常有做好RSS Take Easy 就会变得很方便 之后只要机器开着 网路没断 它就会自己下载新上传的影片 Take Easy 是我觉得ASOS Store从备份出发 衍生出来对创作者非常有实用价值的软体 介面设计非常简洁 没有额外太多影响操作的按钮 这边看到的是YouTube 可以选择不同解析度和格式 像WebM、MP4、M4A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Bio format 甚至是4K也可以下载哦 目前Take Easy支援YouTube和Twitch两个平台 最多可以同时下载三个影片任务 最多可以同时下载三个影片任务 在硬体方面 两个显眼的红色RJ45 是这次Nimbus Store的外观特色 两个都是支援2.5G的网路 相对于1G的网路速度真的提升很多 也有采用SSD的意义 额外还可以透过网路聚合打到5G的网路速度 如果我们目前手上没有聚合网路的设备 所以无法测5G网路的速度 但是我们有Archeteo的T3 10G 可以发挥到ASUS Store的2.5G的速度 虽然我们是有转接器的用户 估计一般家庭可能还是用1Gb网路比较多 而即便是近年推出的主机版 有原生超过1G网路的主机版也不多 对于2.5G网路 我会觉得就当做厂商额外堆料送你2.5倍的网速 能用到最好 没用到也不用太纠结 就像我们平常显示卡 也几乎没有把PCIe 3.0的频宽跑满 或是主机版上的SATA 我们也很少把它插到满 这次的HDMI支援到HDMI 2.0A 所以支援4K 60fps哦 会觉得这个规格很指标性 是因为现在电视很明显是4K比较划算 而电视通常是60fps 如果炫耗源只有支援HDMI 1.4 那最高就只有4K 30fps 所以AS5202T支援到HDMI 2.0A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规格 使用ASUS Tor Portal的时候 接到电视就能享受到4K 60fps AS5202T的风扇 沿袭了华云一贯的优势和特色 就是几乎没什么噪音 就算是靠得很近 都不见得听得到声音 而且在长时间操作下 CPU长时间高负荷 也都没有感受到风扇切换到最高档次 最令人振奋的是 这次我们搭配西捷的NAS SSD使用 完全没有机械硬碟震动噪音的问题 整个使用体验真的是非常安静舒适 前置有一个USB 3.1 Gen1 方便平常连接随身碟外接硬碟 前面板也加入了许多电竞元素 虽然我个人对电竞没有特别爱好 但加入这样显眼的辐射设计 我觉得很活泼 有画龙点睛的感觉 换句话说 如果你Bustor这个系列没有说是电竞 我也会觉得这样的设计 是有正面加分的效果 背面有两个USB 3.1 Gen1 两个USB靠得非常近 如果是接滑鼠键盘是可以 但如果是接随身碟或是比较大颗的USB 接头就会卡住 通常会建议可以买个USB Hub 用双面胶或是魔鬼粘 连在机壳上或机壳边 或是外接长一点的Hub来使用 基本上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记忆体出厂时是2GB 基本上平常使用都绰绰有余 没遇到什么瓶颈 真的有需要也可以升级 机身内有两个搜定 搭载是一条DDR4 24Hz的2GB 官方标示最高可以扩充到8GB 在整个使用上 主要是以Apple的Netbook Pro 透过Thunderbolt 3 先连接Archeteo的T3 10G转接 这是一颗无风扇 不用额外供电的转接器 转出RJ45 与AS5202T建立2.5G的网络 也可以从NAT中确认是否有建立成功 但画面中就有显示2500Mbps 这次选用了Seagate 今年推出最近才刚上市的NAS专用SSD IronWolf主打为NAS专用 最显著的就是有超越一般SSD的高耐用性 例如同为2TB的新缩余SSD 是1067TB Riton 而NAS狼是3500TB Riton 几乎是3.5倍啊 那保固方面NAS专用SSD是5年保固 并且随附了2年救援服务 目前IronWolf SSD尚未支援IronWolf Healthy Management 也就是IHM 不过听说2019年年底就会支援咯 以Blackmagic测速此次的搭配 写入速度基本都在200MBps以上 有时会到220MBps 读取速度平常也都在240MBps左右 以AJA测速 写入速度在200-240MBps左右 而读取速度则在240MBps上下 这次在NAS上 使用纯固态硬碟的体验真的非常好 有一种回不去的感觉 那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边啦 要请您按赞分享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我们下期再会